自己作為媽媽對於居家環境的安全 其實也會很在意 能夠讓小朋友更順利平安快樂的成長 這個也是每一個做爸爸媽媽的心願吧 這個暗場的話 它的坪數大約是30坪 屋主呢 夫妻兩個 然後兩個小男生 那這小男生目前處於非常活潑的階段 在材質上還有安全的設計上 其實都幫他考慮到蠻多這個區塊的 像邊邊角角會幫他注意到做圓邊啊 甚至一些安全霜的提醒 收納部分其實採用的是系統櫃 它除了說除了低卡全之外 它的板面啊也都很好整理 小朋友說如果不喜歡弄髒啊 都可以很好做後續的維修跟照顧 玄關進來這三層的滑動鞋櫃的部分 採用的是系統櫃 做那滑動鞋櫃其實還蠻有趣的 一開始只是想說做一個儲藏室 可是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這個是進來的地方 那其他空間要做鞋櫃收納又 不太合邏輯 後來就是把他的牆面做的延伸 延伸的同時我們的電視牆面其實也相對延伸的比較大 看起來也比較大氣之外 我們的收納等於也是多了平常的三倍 原本大概只有一米 現在可以把它變到三米的空間 雖然他外表看起來是系統櫃 但是也是需要木工去做基底 那整個平穩之後 其實系統櫃上去滑動 才不會有問題 在我們的三層滑動鞋櫃當中 其實才幫他增加了一片滑門 那這片滑門除了美觀之外 鏡子把它隱藏在裡面 工作的家庭部都非常的辛苦 沒有人會想去做清潔工作 所以這個部分細節我們幫他注意到了 他有一個很貼心的小勾勾的設計 推拉的過程當中不會一直去摸到鏡子 也是蠻加分的一塊 一開始客戶也覺得食材還不錯 但就是那個價格 他很難入手 他會覺得說 十幾萬 依我們一般上班族的薪水來多 其實是還蠻心疼的 剛好廠商有跟我推薦一個聯紋磚 整體做起來質感 也很像大理石 質感這種東西 你只有現場看 現場觸摸 你才能夠感受得到 業主一看到這個 摸到他的質感 他就真的屌屌啊 他真的愛上說 我就是要這個 跟屋主一開始預計的那個大理石材 整整預算少了一半 家要住得舒適 一個重點就差不多了 我也不傾向用太多的 顏色跟太多的材質去做沖狀 滑門設計上 做比較簡單 但是又不會太無聊 利用細酸蓋板做一些簡單的勾縫 刻鉤的一些陰影效果 讓他做出一些不一樣的造型 其實也還蠻典雅蠻素雅的 你業主要170幾公分吧 男業主到180幾公分 算都還蠻高個的一個家族 他們的床相對來說 都是要用比較大的 收納可以比我們一般人高一點 一般人我們大概是220 他們可以做高一點 會比較好拿一點 其實這些設計上都會根據 業主的身高需求去量身訂製 對他們來說除了收納方便 使用上也會更方便 小朋友還是比較喜歡 Colorful一點的 這種顏色 看起來比較活潑 書桌啊書櫃 會幫他搭配簡單的跳色 會有一點點比較活潑的感覺 但是又不要失去那個 穩定度跟平衡感 有一個房間比較特別 幫他搭配一個洞洞版的設計 就會讓他自己比較活潑的 去調整裝飾啊什麼等等 也讓小朋友對於這整個裝修 有一個參與感 那時候跟女業主在討論到 挑選家具啊沙發啊 等等的細節的時候 他就說 他其實跟朋友有在一起 去畫畫這件事情 我就建議他說 自己去畫一幅畫 這個家當中有屋主喜歡的東西 會顯得更有靈魂 舒服 然後又安全 可以讓全家人在這個環境當中 很放鬆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設計 有時候業主的開心 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 很棒的稱讚吧 有時候會見到 你會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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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